也在谷建杰以及陈文宏 虽然他们曾经是世界第一 不过现在比较是代表俱乐部来打球 可能在训练上面也不会这么的 可能像在国家队一样这么的积极 所以其实过去我们在多个比赛当中 也可以看到他们有时候的表现 其实也是蛮起起伏伏的 那可能就是我们台湾的选手 在对方遇到乱流的时候 看看能不能够一股作气 把这个领先先要到手 那么现在台湾的选手 是站在画面上方的这个球场 不过看起来应该是陈文宏 要率先的来发球 这也是越南公开赛 最后一天的一场赛事 另外四个项目的冠军都已经全部出炉 现在比赛即将开始 谁到最后一个项目现场的观众 应该也是非常的期待 哇 这一板球 李扬到往前的一个补拍 直接做了一个虚弓球 那在古建杰跟陈文宏的部分 并没有去做第一时间的回应 那今天在这场的赛事 其实在台湾的双打部分来说 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古建杰的一个瞬间 变化的一个变拍处理的一个部分 不过一开始 两个人的一个士气是非常的高昂 而且在频频的去做一个压制的时候 也让在古建杰的手上 也频频出现了一个失误 今天在李扬或者李泽辉的部分来说 其实都在往前有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积极的跟进 现在整个节奏非常的快速 双离组合现在来到5比0领先 不过这个发接发第三拍 李扬并没有成功的把球拨过往 哇 这一半的杀球虽然古建杰的一个长球 伐球的一个战术运用得当 不过在李扬的部分 也是直接做一个落头对角线的一个杀球进攻 相较其大马组合 台湾的选手是比较年轻 李泽辉今年22岁 李扬则是20岁 哇 又是一季陈文宏想要发长球的战术啊 而且这个球今天在李扬或是李泽辉的身上 似乎有抓住这样子的一个节奏 而且在整个进攻的部分来说 其实是力道上面是有注意的 让这一半球古建杰发挥了自己瞬间变化的一个回球啊 所以也让在后方的李泽辉 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做回应 李扬接球 哇 这个球李扬给得非常的lucky啊 而且在古建杰的位置其实他已经去做一个移动的一个回球 所以也来不及做一个补救的一个动作 哇 很可惜 李扬想要再继续做一个点放 结果球没有成功过往 而且看出来在李扬或李泽辉在揭发的部分来说 其实都是给予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往前的放球啊 为自己直接制造一个进攻的机会啊 我很可惜刚刚这个压制并没有成功的过往 哇 可惜了 这一半的补拍 李泽辉没有成功的压制在场地内 现在是已经连丢三分哦 被对方追到剩下两分差 这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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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是 因为刚好 陈文宏的一个位置刚好遮住了一个 现身的一个判定了 破贼游还是判在大马的身上 好 现在连续的丢分 罚结发的一个部分第三排没有办法成功的压制啊 希望他们可以继续稳住正脚 现在被对方是追到8比8平手 哇 很可惜这连续几百的压制啊 没有办法成功的压 压到了马来西亚组合的一个身上 毕竟对方是前世界第一的选手啊 千万是不能大意啊 不过现在其实也才是一分落后还是非常有机会啊 漂亮的第四版的一个回应啊 在李扬跟李哲辉是采取了一个接发的一个放短球的一个回应 直接去做往前球的处置啊 在这样这样子一个处理的一个过程当中 为自己直接制造进攻的机会 哇 这个球不见解答非常的幸运啊 直接翻网而过 双方节奏真的打得非常的快速啊 哇 这一球 看那些球又没有办法打过 所以在大马的组合11比9取得2分领先 希望在休息回来过后可以调整一下他们的状态 哇 不过在一个连续两板的进攻杀球之后啊 出现了一点点默契上的一个小乱流 因为这个补拍的动作没有人去做一个回应啊 那当然也可以看出来在谷健杰跟陈文宏的手上 还是握有一些经验值的一个打法 所以让年轻的选手比较没有办法成功的去突破他们的防守啊 不过连续的抢攻来说 其实让李扬跟李哲辉也是比较有好的机会啊 刚刚连续几板的进攻 陈文宏挑球直接将球落在了底线的界外 趁着这样子的一个压迫的一个刺气啊 希望李扬跟李哲辉能够再继续的追分啊 哇 这一板的揭发 陈文宏点放的位置非常的漂亮 整个角度没有任何一个选手可以去做一个回防 哇 这个球非常的幸运 虽然成功的一个变线的对角线压制啊 不过球是落在了边线的界外啊 所以这个瞬间的变化的一个回击是 李扬跟李哲辉这两位选手要去注意的一个球路 很可惜李扬有抓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回球的角度啊 不过球是落在了底线的界外 李扬随即在往前还是非常大胆的直接做了一个回放小球的动作啊 所以也成功的在往前直接在第三板拿下了分数 一开赛可以看出来李扬跟李哲辉在这一个部分来说 都是采取了往前的一个强往的一个球路上的战术进行啊 即便是在做起高防守的部分也是非常积极 不过很可惜这一板球李哲辉出拍稍微有点急躁了一些啊 急于出拍的状况那尤其在上方的场地 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影响啊 那希望他们两位选手能够赶紧的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啊 现在大马组合是来到16比13 三分领先 哇这个球李扬打得非常的漂亮 就像一板的中路左之后再第二板的压制对方的近身 最后一板找向空挡的对角线喔 双方的节奏还是打得非常的快喔 往前球的压制 哇漂亮的防守啊 非常的精彩 对 尤其是在被动的时候 在两个人的一个轮转的防守啊 最后这一板球李哲辉的一个铺球的一个 铺绳救球的一个情形 让李扬在后退之后跨下了急球救球 反倒是在古剑节自己出现了一个往前点放失误啊 加油 脾气漂亮的撒球进攻 李哲辉直接找向了古剑节跟陈文宏的两个人中路的位置喔 突破了防守 那样台湾组合现在是追平比数 16比16 古剑节要求要换球 不过在里昂的部分这里是不做更换的动作 哇塞 这个球判断非常精准啊 这球 不过古剑节 古剑节认为这个球是有碰到了李哲辉的身上 不过裁判是判定是没有的 毕竟这几板连续的进攻啊 看等一下会不会有慢动作再让大家看一次 因为其实这个速度真的太快了 对不过似乎是没有慢动作的成功 不过刚刚古剑节的反应也是有点过大喔 哇 漂亮的一个回击喔 李昂在后方的一个进攻杀球 李哲辉其实已经在做一个补拍的动作 尤其是在注意古剑节在往前放小球的一个回应 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刚刚那个判决 让古剑节是比较激动一点啊 没想到他的表现 哇 不过这连续几板的一个回球 没有办法成功的将球回至古剑节跟陈文宏的一个后方的位置啊 看是不是能够再继续做压制的动作 哇 非常可惜 连续的一个击反的一个手中反攻的机会啊 而且也成功的调度了马来西亚组合的一个位置啊 双方是再度回到平手 果然是第一种子以及第二种子之争啊 在第一局就打得非常的激烈 而且在李扬跟李哲辉 其实今天在接受李维仁教练的一个指令的一个下达的 战术上的运用也非常用得非常的恰当啊 也的确也为自己在分数上的一个取得来说 其实都成功的奏效啊 双方也稍微喘息一下 因为其实从开打到现在整个节奏是进行的非常的快速 往前球抓得也非常的积极啊 看这一板的一个进攻 哇 的确这个场地是稍微在进攻方的这个部分 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一个局球的一个回球的位置哦 对非常可惜哦 这个球有做一个积极抢攻啊 好 大马祖和现在又取得一分领先 哇 古剑姐这边一直不断的碎碎念 对 因为他认为说刚刚是我发球吗 不过刚刚是他发球没错 打得太激烈自己也忘了 好 里昂这个防守自己回的位置跟角度 偏大了一点哦 那 才是太可惜了 对 看看是不是在这一分 是不是能够再做一个追分的情况 好 那如果大马组合在18平之后 是连续拿下了3分以21比18 率先拿下了第一局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比赛现场 那大马的组合看看他们在画面上方的球场 会不会受到风势的影响 来影响到他们接下来的表现 这一个进攻的确也造成了古剑杰防守的一个失误 那看看在下方的一个部分 是不是能够靠着自己的一个轮转进攻的一个强势打法 来突破古剑杰跟陈文宏的防守 哇 的确这一板的一个压制啊 让古剑杰自己出现一个底线的界外 感觉古剑杰现在情绪上也是有一些浮动 嗯 哇 这一个球不知道是不是场上的一个汗水啊 让李泽辉的一个启动啊 直接做了一个滑的一个动作 好 好 好 李温在往前的一个虚弓啊 的确成功的跳渡了古剑杰的启动重心 很可惜李泽惠在第三拍的一个回球 出现了一个失误 双方节奏还是一样 打得非常快 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 虽然刚刚李泽惠失误了 不过这一分直接再去做一个追回的一个动作 漂亮 李扬直接注意到了一个往前古剑杰的一个中带的活动 最后这一半李泽惠在后场再做一个落头对角线的压制 直接压在古剑杰的近身位置 成功的杀球杀在了古剑杰跟陈文宏两个人中路的位置 可以看出来在第二局的开始李泽惠在后场的进攻啊 也非常的够有威胁 不过很可惜在这一半的一个第三拍也是莫名的一个失误 现在台湾选手6比4两分领先 希望他们可以把握住这个领先的优势 漂亮的一个回应哦 第三板有注意到陈文宏的回球 所以李扬制造机会让李泽惠在后场直接做补拍的进攻 目前这样子的一个战术上的运用是非常的奏效 可惜了在发球方这边自己也没有掌握住啊 就是一个食物 其实在古剑杰跟陈文宏这组马来西亚的组合在做追分的一个情况 都是在于台湾对自己的一个失误的一个情形哦 哇 都是在揭发的一个部分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 看第一局有点类似哦 都是在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对方给追平 非常漂亮 李泽惠终于突破了这个揭发球的第三板 也成功的为自己得了一分啊 这对战马来西亚的组合啊 的确在往前球的一个对峙战术啊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 尤其在揭发的这个前三拍的一个位置 非常漂亮一个判断哦 李洋在李泽惠这一组的男双的部分 其实要靠着自己的一个年轻的优势啊 要找到机会去做很好的攻防守的一个进攻的连转啊 才能够更有机会的从古剑杰跟陈文宏 这么有经验的一个双打组合 找到机会去得分啊 漂亮的一个往前补拍啊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攻防守的一个战术上的运用啊 其实是在他们这一局的一个主要的战术啊 从而除了一个揭发的一个部分来说 去做压制的往前 非常漂亮 李泽惠找到了瞬间移动的一个空挡区啊 破坏了古剑杰的一个回球的启动 这场战术组合是来到11比9两分的领先 去把握住他们前面的表现 尤其是他们今天在往前球的一个厨艺来说 其实都是玩封了古剑杰的一个往前的一个变化性啊 那所以是不是运用的这样子一个战术来说 可以取得自己进攻的机会啊 哇不过很可惜在这一个边线的发球的位置啊 让古剑杰直接做了一个反手拍对角的一个穿越球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做一个比较心急的一个回应哦 稳招稳打的一个球一个球慢慢去做 古剑杰上来跟主神要求就是可能在里昂或里哲会部分这个暂停的次数 似乎比较平凡一点 连续几板的进攻球的确成功的奏效也破坏了古剑杰的一个防守的启动啊 很可惜里昂的一个回击出现了挂网的失误啊 而且今天在里哲会或是里昂的部分 其实也都有成功的让这个球回球的部分 尽量不让陈文宏在后场发挥他的一个底线进攻的一个角度 哇 这个回球 古剑杰的一个击球的位置已经不对了 可是还是执着想要做一个往前球的处理 因为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性的一个打法 今天在里昂跟里哲会的部分在往前球 里昂的确是完全的一个封住了古剑杰跟陈文宏的一个回应哦 现在好好把握住我对方失误比较多哦 对 希望可以多拿几分 而且这整个的一个失误的一个状态 其实是也来的莫名其妙 对 感觉他们自己也是只能苦笑哦 哇 非常漂亮第三拍 现在里昂已经抓住了陈文宏的一个回球的角度哦 其实这几分拿的都非常有效率哦 哇 只要这个球一起高了 起高让陈文宏在后场有机会可以发挥他的一个强力进攻的一个能力哦 这个球里昂今天在整个的一个判断上来说其实是非常的精准哦 团队组合现在拥有六分领先 非常可惜哦 这个回球直接是自己出现了一个边线的一个界外哦 虽然成功的抵挡了几板古剑杰或是陈文宏的一个瞬间电拍的一个角度哦 不过还是不敌陈文宏的一个进攻杀球在做一个古剑杰的补拍动作哦 这个回球让古剑杰来不及做回应哦 看看台湾南双李扬跟李哲慧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拿下这一局的胜点哦 对现在来到第二局的局点 非常漂亮的确完全的封住了古剑杰的变拍的回球的角度哦 所以台湾祖和二师拿下第二局也让这个战线是要来到第三局 不过其实第二局后半段台湾的选手也有一些失误的产生哦 只是说对方表现更不好哦 所以让他们是可以拿下第二局 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是前世界第一的选手哦 肯定是会再好好调整哦 所以进入到第三局 希望在一开始就能尽量把失误给减少 而且毕竟在上方的一个场地的位置啊 不过李哲慧这一半是做足了准备啊 直接压制在马来西亚组合的一个右后的一个位置啊 也让古剑杰来不及做回应啊 看看在这第三局的开始 是不是在李扬或李哲慧在发球的一个部分的战术 是不是能够抢住第三拍的一个回应 以及在往前球的一个压制啊 不过很可惜在这短暂的换球之后 李哲慧自己出现了发球失误哦 两个中全场的压制啊 不过连续的压制并没有成功的突破古剑杰的防守啊 最后这一半球是出现了李扬自己回球的一个挂网 非常可惜这一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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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男双都想要做一个乔治的一个进攻啊 刚刚李哲慧的这一半中扣直接直直的落在了 马来西亚中路的位置啊 陈文宏还是不能让他有抓到进攻的机会啊 因为毕竟他一个杀球的一个危险是非常的有爆发性啊 这场比赛是双方第三次的交手 前两次都是由大马组合拿下胜利 挂着连续的短兵相见 最后这一半球陈文宏自己出现一个底线的界外啊 而且可以看出来在台湾的男双在里兰部分 其实他在往前是非常积极的压制哦 李哲慧这一半的第三半也打非常漂亮 不过很可惜最后自己一个反手拍的一个 变线对角出现了一个失误哦 双方的一个短兵相见所以来回的一个拍数 虽然节奏不是那么多但是节奏是非常的快哦 允许两半的进攻李扬在后场底线 成功的突破了陈文宏的防守哦 那也可以看出来李哲慧在往前的一个点放啊 也非常的有位非常的有角度哦 双方的一个短兵相见不起高球 非常漂亮的进攻 双方的一个轮转的一个 平抽挡的一个轮转的一个进攻 也可以看出来在不认是李扬或李哲慧是非常的要求 自己在上拍的一个处理啊 而且也知道自己在上方的一个 萤幕上方的一个场地上 自己集球的一个角度跟位置是需要去注意的 好 太阳组合现在追平比数 来到5比5 轮转之后李哲慧在后场 结果这个球是出现了点线的界外哦 今天陈文宏在去做一些半场起跳的一个推球 似乎是比较失去了准头哦 那在台湾南霜的部分来说 其实在两侧的一个判断能力来说也是非常的精准 准备几半古剑姐自己在往前压制出现一个底线的界外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在李哲慧或者是李扬的部分 其实都要求自己在一个上拍的一个处理哦 而且在往前的一个部分也是整个做一个压制的一个回应 然后直接的一个回球直接出现了一个挂网啊 而且感觉台湾选手现在整个士气都打上来了 这个球现审判定是界内发入了有效区哦 古剑姐无奈的看了一下主审啊 漂亮的主拍进攻啊 的确在连续的进攻压制之后 可以看到李扬辉的这一个往前球直接压在两个人的中路 反倒是让古剑姐没有办法成功的回防 台湾的选手越打越有士气哦 现在是来到11比5取得6分领先 在现场男双决赛第三局哦 台湾的选手打得非常的不错哦 现在是来到11比5拥有6分的领先 其实刚刚其实大马的组合也发生蛮多自己的失误哦 或许他们在体力上面也受到一些影响 而且在今天李扬跟李哲辉的部分来说 其实在整个战术上的一个运用啊 的确也直接做了一个往前球的一个注意啊 所以整个积极性来说 似乎也没有办法让古剑姐或是陈文宏 能够发挥自己的所长 来进行今天的这场赛事哦 哇 这个球的确是压在了线内哦 那尤其是现在位置已经换到下方 一幕下方的场地 其实在整个的一个进攻的模式来说 其实是可以更放心更大胆的去打 啊 陈文宏似乎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补拍的一个动作了 似乎打得也比较无奈一点 因为平平的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所长啊 双方的一个对角线的一个压制啊 打得都非常的漂亮啊 尤其是在往前球的一个处理 也的确有抓到了古剑姐 想要去做一个瞬间转动的一个时间差 所以往往让陈文宏来不及去做一个反应 陈文宏似乎已经非常尽力的扑就这一球 还是没有办法把球给打回来 现在台湾的选手来到14比5 有9分领先 在这一刻还是不能放松 对 对方是也是有曾经战过世界冠军的头衔啊 看这一半的进攻 非常漂亮 这样整个士气都打起来了 后场的强力进攻 李扬在往前的一个普拍啊 的确频频的突破了 马来西亚组合的一个防守啊 持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喔 来到了双位束缚这边陈文宏 赶快来止血喔 对 而且刚刚李泽辉的这个回球来说 虽然有角度啊 不过没有高度啊 所以这个球直接是落在了陈文恒的手上 哇 今天古建杰似乎在第三局的部分来说 稍微有点情绪上的浮动喔 所以在往前球的处理完全是被压制住之后 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特点啊 那只要在我们台湾南双能够 一分一分的得取的话 其实就能够稳扎稳打的 拿下这一局的胜点啊 对 古建杰现在感觉已经 好像快放弃这场比赛了 对 整个就是已经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对应了 哇 这个球 哇 李泽辉这一板的虚弓啊 虽然瞬间的破坏了古建杰的一个防守啊 那在李泽辉的往前也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拍动作 今天在李洋跟李泽辉两个人的一个默契的一个搭配来说 其实都非常的完美啊 所以在整个一个发挥的部分来说 其实都打得非常的好 迎去两板的挑球啊 球出现一个底线的界外 李泽辉跟李洋也频频的往后看一下教练的指示啊 现在场上的逼分来到18比7 台湾的组合再得3分啊 就可以拿下冠军 哇 往前球第三排 李洋抓住非常好的一个时机点啊 两位年轻的选手 相信也是下一波奥运的一个计划里面 因为毕竟 两个人的一个身材 及一个重力的一个进攻 强力的一个进攻的一个能力啊 其实是还蛮有希望能够在 为下一届的奥运及 亚运的一个部分来去做准备啊 现在来到冠军点 哇 什么好没有办法把这一球送回来 所以在台湾选手李哲辉以及李洋 今天的发挥真的是相当的不错 虽然18比21是率先输到第一局哦 不过最后21比14以及21比7 连根两局是拿下最后的冠军 我们先稍微追起下再回到比赛现场 欢迎回到2016越南公开赛啊 五个项目都已经全部比完 当然最后压轴登场的南双决赛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 对于台湾选手来讲 在第三局表现真的非常的亮眼 竟然让全世界第一的组合是只有拿下7分 当然最后感觉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 呃面对这个台湾选手的攻势啊 所以今天他们可以拿下呃最后的冠军 也是实至名归啊 也是呃越南公开赛13季来 头一次有台湾的选手 站上这个第一名的颁奖台上 也非常恭喜这两名的选手 那老师是不是也帮我们来评论一下 今天李哲晖以及李扬的表现 那今天在这三局的一个赛事来说 其实一开始的一个部分 其实看得出来 李扬跟李哲晖 其实在往前球的一个处理来说 是很有准备有十足的准备 来谷见解的一个变化性的处理 而且他们也尽量不起高球 让陈文宏有在后场进攻的机会啊 虽然在第一局不小心的一个三分落败之后 可是在后面的一个第二局跟第三局 还是继续做积极的抢攻不放弃 所以在整个的一个战术上的一个运用来说 其实都有做到李维仁教练的一个指示啊 然后在自己的一个临场发挥也 发挥的非常的沉稳 所以才能够拿下今天这场的胜利 对而且其实是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 他们还能够顶住压力啊 而且在第三局有这么精彩的演出 让对方也知道啊 他们不是好惹的 虽然说两位选手的年纪都非常轻哦 李哲惠22岁李扬20岁哦 我这一次惊叹 谢谢大家 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